他把日本或者朝鮮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分支 也作为一个比较单独的文明 但他其实是中国文明的分支 另外呢俄罗斯文明 他把单独认为一个文明 但他事实上呢俄罗斯文明是败战情文明的一个分支 就是东正教文明的分支 可以问一下他把古代中国和中国的界限划在哪里 这个我们等会不会讲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新端子讲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呢是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 现在很多时候讲这个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 西方文明-叙利亚文明 但他这本书呢 他把古代西方文明-叙利亚文明 原因呢我觉得还是make sense的 因为那个西方文明比较狭窄一点 其实那个西方文明的知识也是从叙利亚这个面产生出来的 叙利亚文明更古了 叙利亚文明解析以后 他一讲碎片包括里面产生的犹太教啊 火天主教啊 都是从叙利亚这个地区产生的 就是遗留下来的 然后plus 西方文明最后产生的西方文明 所以他整个书呢讲的过程中呢 他讲每一段的时候 会把这所有的文明 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都穿在一起讲 比如说他在一段里面 讲这个 讲这个 Viking 就是斯坦迪亚维亚的这些文明的时候 他突然又讲到这个 第24世的世界大战 所以他讲到那个中国 中国的文明的时候 突然讲到这个 民多斯文明 他并不是按照你这个区别啊 或者地域啊实践来区别 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 就是这个 totally 他有一个概念 以他解释自己的一个论点的时候 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事情 穿在一起 来证明他说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分主要是三大战 一个地带文明 一个是派生文明 一个是数字 还有一个就是淫交这个文明 这个玻璃尼西亚呢 我查了一下 就不太熟悉你这是哪里 后来我现在猜呢 他不是讲的太平洋类的地方 是 对吧 还有你问英特 就是安斯基默人这个地方 英女特人睡 英女特人比较文明一点 就哥萨尔王 萨戈尔王 萨戈尔王 然后这个阿拉伯文明呢 是有的地方就叫伊斯兰文明 他也从叙利亚出出来 然后这个 他自己也有传承关系 包括这个和解文明 可能是在这个巴比喻前面 后面 有的同时或者在前面 在前面 叙利亚是在巴比喻后面 哦 哦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这个巴比喻 我可能说 那可能是后 那算是后面是后面 因为我想到了 后来的这个 巴比喻求求我说法 对不起 对不起 安提斯和玛雅 是在南美洲的 只有这两个文明呢 和其他文明没有一点关系 然后他自己解体以后就完了 然后其他文明呢 多少都有点关系 包括这个中国在中国文明 和其他文明 和其他文明 包括训断中国文明 和其他都有点关系 并不是完全可绝的 然后这个奥斯坝呢 其实在发展厅厅以后出现 他们讲的和斯巴达是一个性 在这个树林里面讲 按照那个柏拉书的讲法 就是理想国里面的叙述 就是那个斯巴达是这个理想国的状态 差不多才是那种状态 然后奥斯曼呢 和他很像 但程度也区别 这两个都完了 这五 这两个完了 这三个停滞 这两个已经夭折了 这三个停滞 所以 对他对这个二十六国文明的判断 那么关于理想国和斯巴达的关系 是不是说斯巴达那里那种强制的社会的一些清规戒律 让统治者不能摩斯 这些是理想国的追求的东西 这个柏拉图呢 他比较反对民主的 是啊 他就喜欢这个 因为他的事故老是也是被民主制度给审判的 所以他比较喜欢这个斯巴达 他觉得他这个领袖应该可能一个哲学家 或者是哲学家就一定要做一个领导者 他就有一个对一个社会的将来社会制度的一个理想状态 他就是斯巴达是一个最具理想状态 这个柏拉图上次我们讲 希望哲学者好像讲过 自己讲过柏拉图 柏拉图确实有很强的集权群体 这个大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您在最后一行写两个字 游牧这个 这个游牧呢 你有一点confused 对 他这个游牧民主呢 待会我们再会讲 好 那么贺涕等一下还要去讲吗 贺涕都不具体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太说起 我有一个猜测 就是说贺涕放在这里 其实是一个西方的政治中区 因为贺涕呢 在过去一直是在西方历史里面不很齐眼 后来直到一百多年以前有人通过语言学的研究 发现贺涕的语言是印欧语系的语言 贺涕是最古早的有记载的印欧语系的语言 所以大概有这样一个重视肉群 有的人讲呢 所有这些文明呢 都是从那个大多数都是印欧语系出来 最古早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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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埃及的语言 是一种 埃及和沙美特 那些都是非洲语系的 不是 最早的苏美尔 苏美尔 苏美尔不是印欧语系的 所以说贺涕在这里 很可能是一个政治正确 苏美尔语言 是一个游离的语言 不是印欧语系的 那苏美尔和后面的 都他最早 对 后面都有整齐 比他已经早 早上一百 就更早 这个人会可能会讲到 可能有会翻过来 包括这个印象 但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这个 他这么讲 其实他并没有 可能并没有涵盖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 他只是根据他自己 研究的读国书 西藏应该写这些 他没讲过 中国以前还有西夏 西夏也很有特点 他跟中华文明不一样 又完全和西美的伊斯兰 又不一样 西夏 对 介于西藏和文明之间 对 他这个后来被蒙古 整个给消灭 但他不可能涵盖所有的 他只是大概 但他这个 按照他的事我很喜欢 他非常 这个气势很宏大 然后把整个 几千年 七八千年的整个文明史 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而且他们现在国内 对这个 他的评价 觉得他 他对这个中国文明 也不是特别不定 把所有的文明 都自平等看到 并没有说哪个文明 告语的文明 只是每个文明 他的处于的阶段不一样 我也有人批评他 他说还是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相对来讲 他已经不错了 已经 非常 按照现在来讲 这这么多文明 现在 现在存下来只有十个 并存的有十个 然后两个可能就是 他不知道讲的英文和汉 那个文明 他已经停下了 剩下了八个 其中有一个是西方 西方文 就是 希腊 但是 那个 是一样 还剩下七个 在他的讲法里 这个七个已经 正在衰退 或者正在解体过程中 然后呢 这剩下七个呢 其实正在被西方文明的进攻 和同化的过程 那也有讲了 在这本书里面讲 他说西方文明也在走下坡路 但我这个 不是很需要 因为原文我没有读过 但 但他make sense 就是西方文明现在在有史 还是比较健康 其他的呢 都是被西方文明正在进攻 或者已经被西方文明正在 正在同化的过程 然后他那个日文文明呢 作为中国人 中国文明有分支 等我讲其他特别人 他里面这本书呢 他主要的观点 他把整个世界的所有的文明 都分成四个部分 四个阶段 一个是文明的诞生 一个是文明的成长 还有文明的衰弱 最后是文明的解体 按照他讲法呢 现在所有的世界 现存的文明 或者已经消失的文明 都不可避免的有这么四个阶段 然后他整个书的这个叙事的方法呢 也从文明的诞生 然后文明的成长 文明的衰弱 最后到文明的解体 然后在谈每一个topic的时候呢 他就把所有的文明 几千年的所有的一个一个都讲过了 好 先讲文明的诞生 文明的诞生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本书呢 我读了以后呢 我觉得非常那个脑洞大开的 他里面很多讲法呢 大多数讲法 和我们平时我们的认识完全不一样 包括这个 怎么区分一个文明才能够诞生 是已经诞生了呢 他跟原来的原始的文明 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呢 按他的讲法 他并不是因为有制度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管理制度 有统治阶级 被统治阶级 产生什么制度 比如说这个封建社会 原始会 对吧 谁和管理谁 谁是统治谁 或者是分工 有人专门做统治制度 有人专门做农民 有专门做那个工匠 或者怎么样 专门做奴隶 也是分工 甚至也不是不模仿 这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一个高级的文明 和原始的文明区别 就可能都是 对这个文明的高级这点 就在于 就在于制度和分工 我们以前这么理解的 他把每一个都讲了大概好几章 为什么不是制度 为什么不是分工 所以有个模仿 他模仿的意思就是 模仿的意思就是怎么讲呢 他说这个原始社会呢 包括一个不是很发达的社会呢 也有模仿 但和他认为的高级社会的模仿呢 方向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比较落后的社会 他的模仿是模仿以前 模仿你的祖先 模仿你的前人 然后一个高级文明的社会呢 它是创造性的 它是面向未来的 然后他又讲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 大概我们从大陆是否教育 都觉得一个最原始的文明 比如说这个埃子文明啊 政府文明啊 他们都是 他们产生的都是 因为环境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他们对共同的特点 都在 都在什么地方呢 都在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江河流域的周围 我觉得这个环境 对这个文明的创造很重要 但他呢 唐一银他认为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在地理上讲呢 要人理解的在 比如按照中国来讲 中国古文明的孕育的地方 在黄河 但是呢 黄河呢 和黄河的地貌 这个相近的地方 就是长江 甚至长江这个地方呢 它气候更温暖 可能自然条件更好一点 为什么在长江就没有产生文明 而在黄河流域产生 这几个例子 还有个例子就讲呢 比如说米诺斯 米诺斯文明是在海上产生的 米诺斯是一个比较 米诺斯是一个 在一个克里特的一个岛上 后来我们靠谱发现 出现一个新的文明 但这个米诺斯文明呢 它的特点呢 这个文明在一个 一连串的岛上 诞生 成长 衰弱 和解体的 它同样有地理 包括它的维度 和地理相近的日本 日本也是在一个岛上 也是在一连串的岛上 但日本它自己也没有能够 有能力产生自己的文明 所以它觉得这个环境呢 这是会举着两个 比较大家知道的例子 它觉得好过来 它自己有开帽 它自己有开帽 你看是第二条件 对 对 对 它后面还会讲 诞生的前提 它只是否定了你这个环境是主要因素的这么一个 但是它里面这本书 那个梗很多了 很多观点 我只是挑一些 我认为我 这个好像我理解了 所以顺便讲给大家 还是讲很多事情 这个里面 在前面 我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 重新整理过 就是它这个文明 它是种族的英雄 种族的英雄 没有没有 啊 你是不是按到哪了 对 对 按到上面 嗯 这个 它里面 有很多 篇幅在讲 这个种族 是不是 有关系 就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有的人就是白人中情主义 讲这个大公司文明 都是那个从 创造 历史上创造 都是从白人出来的 亚利亚民族 他这个讲不是 是不是像地中海那种地方 交流比较平凡 就比较容易 我等会讲 他为什么要讲 等会 好 谢谢 他总结理想 呃 北欧主要讲白人 白人主要是这个 热曼这种族 主要从从北欧过来 从那个 波罗的海周围 那个欧洲的北部 他说这个世界这么多文明 二十六个文明 其中有五个 这个北欧白人呢 对这个 其中有五个 其中有五个 这个北欧白人呢 其中有五个文明 做出贡献 阿尔卑斯人 对九个文明 阿尔卑斯人 对九个文明 有贡献 然后地中海人 对十个文明 有贡献 中色人 两个 他最主要是叫中国 嗯 不是美洲吗 哦 中色是印度 这个黄色人 中色是印度 红色 红色是不是美洲 你多色是不是印度 红色美洲 那个中色是印度 黑人是印度 嗯 他这么看来呢 其实这个 除了黑人以外 所有的那个种族呢 对文明都有很多 那个白人 白人不是最多 就刚才像刚才你说的 所以地中海 十个 是最多 大概是拉丁人 希腊人 这些地方 黄中人是两个 黄中人是两个 黄中人大概就是像中国人吧 中国人 嗯 埃及 不是 中国人 埃及 地中海 中色人种 中色人种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 那个 那个 安比斯和玛雅 中大和日版 或者红色文种 我搞不清楚 一个是那个 印度的 或者古印度和现在印度 黄色印度 这个地方比较多 因为他毕竟是西方人 西方历史文化 研究比较 比较多 他可能在这个 在欧洲 欧亚大陆 这个地方 讲的比较详细 就五个 九个 其实呢 我觉得在这个 东亚的地方可能 还有很多分析小文明 结果到最后被 很早就被揭起了 他没有文字 没有记录 至少现在来看 他没有提西藏 就是政治上不正确 西方人很看重西藏 西藏 他可能算 他没讲他单独的 他讲是那个 后面讲他是印度文明 也许可以这样讲 印度文明 他出来一个 从他的这个大宠佛教 分支出去 并成那个西藏 他主要西藏 还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印度的关系跟以前 他说是文明的诞生 文明的诞生呢 他有很多条件 一是文明的定义 主要有 他的意思文明就有创造性 有创造性的这个 魔法才是文明的定义 而其他不是 而是文明的产生 是有什么条件 这些条件呢,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那这些条件都必须要有条件,但不是冲药条件 比如说那个坚固的地区,你这个文明的诞生呢,有这些刺激 比如说你这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地区如果很坚固的话 他就有这个坚固地区的刺激的话,就有可能会坚固 但也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须的,就有的时候不一定的 还是新地方,比如你迁徙,举个例子讲,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呢,它是北方的蛮族迁徙到希腊这块地方 一个新的地方才产生文明,一个新的地方才产生文明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还有打击的刺激 在艺术的攻击下,它可能会产生文明 比如说希腊同样的例子,它除了它是迁徙过来之外 它也受到米诺斯文明的攻击 它在前面定义的时候,是讲希腊文明是从米诺斯出来的 但是呢,根据现在的考古来讲呢,米诺斯文明的特征和希腊文明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希腊文明产生的可能受到米诺斯文明的刺激 但是呢,它并没有强盘继承米诺斯文明 米诺斯文明后来就解体了 但是呢,作为它从米诺斯文明影响产生出来的希腊文明 和米诺斯文明竟然一点关系,相差很大 它根据它这个科里道发现的这些康古发现,庙宇啊,建筑啊,文字啊,和这些希腊差得很大 一个,它到现在为止,它们发现了米诺斯文明的很多文字 现在还没有破解,不知道它们说什么 然后根据它的庙宇里面能供奉那些神呢,和希腊的那些神呢,完全不一样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希腊的神呢,更有点像那个北方那个蛮族的那些神 也算是吧 还有压力的刺激,压力刺激也比较,比较makes sense 因为这个比较makes sense的理由就是,比如说,中国的秦那个秦国 秦国它处在一个边界的地方 那边是中原,很多中原的中华,古文化的地方 然后在北面和西北面的文化民族比较蛮族 它处在中间就是两面受压的位置 所以说最后秦朝,产生了一个新的文明因素 就是那个俊贤治 原来就是分封的 它就在两面受压刺激下,它自发的一个创造 军宪治 军宪治 军宪治一直不稳定 就刚才其实挺有问题 它的古代中国和现在中国的区别 这个军宪治大概从那边,那时候 就是一代国家,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真正呢,它怎么分完 我理解,它从那个唐朝,唐朝中期怎么分 唐朝中期怎么分 不知道你们,就是蔡英豪上次那个内藤古南 他说内藤古南对中国历史的分解 包括那个陈寅克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那个唐朝中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断点 因为在唐朝中期以前,基本上都是以分封制为主 那唐朝中期以后,俊宪是彻底稳定下来的 分封制再也没有出现过 原因在什么地方 前段时间我看过,读那个书叫什么 就是那个《少明文学》 就是这个南梁的时候那个《少明文学》 对,《少明文学》 他那个《南梁太子》编的那个书 大概看一下它里面的正的文章 基本上都是讲那个先秦啊 一直到南朝这些,他能收集到的一些 他认为很重要的文章 我大概看一下里面正的文章 到了南朝的时候,南梁的时候 最近很后期了 他这么多文章 还在讨论 到底俊宪制好 还是分封制好 他的结论 那天篇文章是叫陆基吧 他可能跟陆迅有关系吧 他们的后代 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分封制 还是要比俊宪制更稳定一个国家 其实那时候呢,俊宪制已经实行了很久了 比如说那个,首先那个秦朝是俊宪制 那个汉朝一开始有点分封 到最后走向俊宪制 但也不是很稳定 比如说那个东进西进的时候 那时候try to do 俊宪制 但是呢,中间还要不得不搞分封制 主要是管理手段 管理的技术手段更少 他觉得这个 让那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不是家里的人 去管这个地方 到最后都不可信任 一旦天下有事的话 这帮人都是一里而去 但是为什么唐在中期以后呢 稳定下来呢 因为那时候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呢 社会精英 从很小的时候 就给你们洗脑 你知道 然后把这些人挑选出来 放到地方中关 基本上呢 他们还是比较最狂的 还比较平衡 就是发明了科举制度以后呢 那浚县是才成为一个 比较有可能稳定下来的 这么一个管理方法 不然的话 只能把自己家里的 地底啊 枝子啊 到各个地方去管 以前那个 更早的时候 西州啊 东州啊 那个时候都是 除了分工家里的人 还分工工程 那最后 延续几百年 几千年 到最后都crash 还有缺失的刺激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些那个 当时古时候一些诗人呢 作家 很多都是瞎子 茄子 包括河马 就是个瞎子嘛 他都很有创造性 但如果你胜利有缺陷的话 有的时候 会爆发出一些创造性 常人没有的创造性 包括奴隶 在那个 那时候 罗马的时候 有这么讲法 如果你一旦当了奴隶 你的男子和你乞丐 就减少了一半 作为奴隶 一个人来讲 你如果做奴隶的话 你是有缺陷的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但是呢 有很多奴隶 在他处得奴隶的位置 然后利用他的聪明才智 或者他的奴隶主的信任 给他一点权力 管理他的财产 到最后 他自己发了财 把自己赎出来 甚至很多哲学家 后世 他死了以后 后世很多哲学家 都是奴隶出身 以前我讲那个希拉 那个俄罗马 三方式的所谓讲过 很多哲学家 都是奴隶出身 包括那个 那个 凯撒的 他的奴隶 能干以后 他在奴隶管理凯撒 他家里的所有的财产 就很大一笔财富 犹太人 我当时没有 我把他摘出来 因为当时他把这个犹太人 也是为某种缺失的刺激 犹太人很有創造性的 现在我们现在很多 网上很多文在讲 犹太人对诺维奖的贡献 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很大 包括现在爱因斯坦 马克思 我们大家所谓 都是犹太人 他也是有种 怎么叫缺失的刺激 他在任何一地方 总是受周围的环境的压力 其他人都不喜欢 包括 那这个他是必要调节 但并不是必须的 但是一定要有 然后说文明的产生呢 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呢 这个挑战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弱 但是挑战也需要有 挑战的刺激必须要 但也不能太强 不能太弱 为什么不能太强呢 举个例子 就斯坦迪亚维亚的文明流产 讲这个吧 亚盖亚人和斯拉夫人 亚盖亚人就是希腊人 希腊文明的 就是亚盖亚人創造的 亚盖亚人他讲的 从北方的蛮族国来的 但希腊这个文句句下来 然后他们产生了 他们自己创造的希腊文明 和斯拉夫人的对比 因为亚盖亚人他有一定刺激 一个是他到一个新的地方 移民过来的 二呢也受到一个 比较发达的文明的冲击 最后他产生自己的文明 但斯拉夫人呢 就比较差一点 斯拉夫人呢 他处在一个什么地方 他离希腊文明还是有点距离 但呢 怎么讲呢 他处于一个地理环境 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其他人对他这个地方都没有兴趣 所以这个他们讲呢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地方的人呢 你的生活太舒适 太没有挑战 对一个文明来讲 是个不幸 因为他太舒服了 或者太没有挑战了 最后他一直没有 产生自己的一个很强大的文明 或者一直很差 到最后周围的其他文明抢起来以后 分分钟把他干掉 斯拉夫人明这个 整个拉丁语气怎么过来的 斯拉夫 我们英文还叫斯拉夫和斯内 他生来就是奴隶 为什么呢 他从北方过来的游泳民族 把斯拉夫人给俘获 就把他们作为奴隶 怎么讲话呢 那个游泳民族 他原来就是把这个 牧羊啊 牧牛啊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们打过去的时候呢 斯拉夫人他们是农业社会 一开始种地了 把他们征服以后呢 他把这些人 作为牛和羊 就在牧人 怎么讲呢 用他们来种地来养活 他们说他们这些北方过来 有荣誉满足 所以他这个很不幸的一个民族 最后他也没有采用自己的民族 最后的富庸在其他敌人身上 叫斯拉夫人 还是日耳班人和开特人 这个呢 日耳班人和开特人 这个开特人 我们以前介绍开特人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种族 他在欧洲也是从北方什么地方迁徙过 因为有这个讲古代的东西呢 有东西不是很确切的 因为这些地方呢 包括开特人 压该人 为什么 文字通过大概的 大概的考古发现 或者一些文字 猜出来 为什么 他们那时候没有文字 也没有什么持久的建筑 留下来 所以只能说个大概 海尔特人呢 碰到罗马人的时候 就被罗马 被希腊文明彻底给打散 分解消灭 但是呢 日耳班人却没有 为什么呢 海尔特人碰到希腊文明的时候呢 希腊文明的时候很强 他碰到一个很强的挑战 根本无法应付 最后就被干掉了 但是呢 日耳班人碰到罗马的时候呢 希腊文明的时候 这个是 罗马 希腊文明走下坡路的时候 虽然也很强 但是呢 还能应付 最后他们能够抗衡 最容易日耳班人把罗马给干掉 包括他也讲一些例子 比如中国移民 中国对海湾有很多移民 中国到那个东南亚 这些移民 和中国人跑到加利古尼亚 澳大利亚去移民 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他这么讲 因为到马来西亚南洋的地方呢 当地的人呢 对华人呢 还比较宽容 他挑战呢 有挑战 因为新地方 但是呢 也不是这个挑战 也不是那么大 然后跑到加州呢 就很差 为什么呢 在加州呢 在白人代的地方呢 受到很多次数 他根本无法自己发展起来 只能握在一起 他最后就 在美国的华人 早期的华人 都是很寒酷 很贫穷 最后 握在一个团结里面 根本就是 没有前途的 但是在南洋的华人 或是富豪 都是发财的 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说 挑战 有一定挑战 但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弱 他里面呢 这本书也好的 什么地方呢 他也不是很枯燥的 讲这个历史 他也穿插了很多诗人 就诗歌啊 引用可能哥德尔的诗歌啊 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的对话 引用这个 包括希腊的神话 他引用很多文学作品 来讲解他自己的观点 不光是拿那个历史的史诗来讲 还拿这个文学作品来讲 等会可能会讲到一些 啊 sorry 我也把它给用讲 然后文明的诞生 文明的成长 第二阶段是文明的成长 他上来讲的文明成长 他有一个悲剧 让他讲解一下 有两个文明 有些这个 就是埃斯基波人 尼英特人 和台北岛上 这个两个文明 他们最终 产生了自己的文明 诞生了文明 但是呢 他在文明诞生以后 就死了 就停陷了 再也不发展 就这两个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初文明产生的时候 他们有挑战 因为尼英特人呢 跑到北方很寒冷的地方 因为很大的自然条件的挑战 他们产生自己文明 自己的比如说 也有宗教啊 也有自己的技术啊 怎么生存的技术啊 但是呢 这个环境太于恶劣 就是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了 他诞生以后 就freeze 包括这个太平洋岛 这些民族 这些文明 他能够在 长途跋涉 跑到很遥远的太平洋岛上去 移居 这很厉害的 他水平很高的 技术很强的 别死了 然后游牧 他觉得游牧民族也是很坚和 他讲法很刚刚啊 什么情况 他也是类似这两个情况 也是死了 但是呢 他里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这个游牧和我们 我们原来讲的游牧呢 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觉得国内教育的 游牧民族是先于农业 这个耕种的农民 你种地是在那个 从游牧民族 然后原始社会发展到 农业社会 然后有空间社会 但他还讲话呢 游牧民族呢 其实是在 这个 在农业文明之前 农业文明之后 而且游牧呢 是比这个种地 需要更强的技术和能力 他觉得一个人呢 如果你控制植物 驯化植物 需要的能力呢 要低于 你这个人呢 驯化动物的能力 所以这个游牧的 生活技能 要高于动物 他发展出来之后 他做了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 亚当和夏娃 他生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盖影 生的第二个孩子 是亚树 第一个孩子盖影 从事耕种 种地 然后第二个孩子 亚树 就是做牧羊人 放牧 然后呢 他们要给 那个两个孩子 大的以后呢 他要给上帝 参加耶和华 做贡献 就是那个 金贡品 然后呢 该影呢 给耶和华 给上帝的 他的 稻子 或者小麦 就是农作物 然后亚树呢 那个贡献 那个羊 就是 上帝呢 喜欢亚树 不喜欢 亚树 他就做这种比喻 然后他们这两个人 最后 谁把这个杀了 大家还记得 我的神精灵的故事 结果有死的 一个就跑到外面去 各自发展 一个发展的农业文明 一个发展的游牧 游牧 最后这个 虽然该影 发展的农业 到最后的该影的农业 到最后 比这个亚树的 发展得好 亚树这个 农民族就非 然后 然后再讲 他这个 这些停滞的文明啊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包括斯巴达和奥斯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除了他的挑战 过于强 或者过于弱 之外 他们共同的特点 是等级制 和专业化 专业化分工 就是我们很 confused 专业化等级制 比如说 他比如说 游牧 他把那个 怎么等级啊 人是一个等级 羊 和牛也是个等级 他也把它算一个等级制 然后 包括有奴隶 奴隶主 这些等级制 然后分工 专业化分工 一部分 专业化分工 包括奥斯巴 专业化分工 一部分赵奔座 剃头的 另一部分赵奔座 反而很专业 我们觉得 现在专业分工 是现代文明标志 他认为 专业分工 和等级制 造成了这个文明 从他的诞生之后 就是一种 他 我现在讲很简单 他所有这些东西 他讲了大概很厚 讲很多很多文明 是不是觉得好像不在一样 所以他在书里面用的这些论句 都是感觉好像不是很 就是很严格的那种历史学家的做法 感觉比如说引述这种圣经故事 感觉有点就是文学化 不不 他这个不是证明 他只是我刚才讲 他论述的时候 我讲了很多他的道理 另外他就判你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作为一个例子 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意思 你跟这个比喻 所以他还是有严格的 他也有很多 他讲了 我刚才讲他是26个文明 他一个一个讲过来 一个一个文明的发展 怎么讲过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怎么回事 他的诞生过程中怎么回事 包括一个很小的一个历史事件 他以他的这个论点来解释 他讲很多 那咱们现在也是专业化 所以这个文明就是 他就这么讲 那他现在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厉害 他有另外一个讲法 为什么现在这个厉害 那并不是因为等级制和专业化 和专业化 还有他一个 我只能把一些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论点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比如说他有一个成长的 他讲的成长的本质是什么 成长本质不是扩张 比如说我们我们觉得 一个文明很发达的时候 他就要攻城掠地 做得很大 比如说把所有的民族都给 都给消灭了 占领了 土地很大 然后把民族都给 merge过来 然后就胜利了 这个扩张就胜利了 他觉得 这不是成长 比如说希腊 比如说中国 他举了很多例子 为什么他这个扩张并不是 那个成长 甚至于对一个文明的成长 是有害的 甚至也是成长的本质 也不是技术进步 很奇怪吧 结果一个文明 希望文明现在很发达 有工业革命 信息革命 对不对 是这个文明很厉害 很有创造性 很成长 是技术进步 才不是技术进步 他举了一个例子 包括这个 他讲墨西哥 不太记得 他昨天讲了前面 被那个停歇的问题 包括英俊特 他有很技术上道 他这个钓鱼的水平 跟我们其实还是不一样 他在这个环境下 他发明的这个技术 跟我们都不一样 很厉害的 包括油路 他油路要比这个 这个农业 其实技术水平更高一点 他在这个环境下 他最后一个节目就讲 什么是一个文明的成长呢 文明成长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应对一系列挑战的成功应对 倾向于自觉的过程 这个抽象出来 然后这里面有讲很多 我觉得今天我大概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拿自己读 挺有意思的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就更抗揍 抗揍 抗揍 对 抗揍 抗揍你要有创造性的应对 对 这个理解 就是说看看揍我的人 你一定要不停的被揍 你要不停的应对 你说这会被人干掉也行不行 你把人干掉也不是简单的把人干掉 你在这过程中 你如果有所创造 产生一个新的value 它是value 一个文明的本质是value 价值观 对 有价值 产生对对 产生有价值的东西 哦 并不在于我这个 就是统一天下 怎么样 这个自觉指的是什么样的 自觉 他 我们按按我们现在的理解 就有点维兴主义 他 他跟外部的力量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自发的自己出来 跟我还会讲 文明的衰弱 文明衰弱的本质是什么 他这里还有一个主要的梗 他认为呢 世界上人类的文明 都是少数有创造性的人创造的 少数有创造性的群体创造的 就是各种群体 而大多数的人类群体 都是followers 都是模仿者 只有少数能够创造文明创造价值的人 这些对文明有贡献 其他人都没有 而这些人呢 也很难讲白人呢 黄人呢 不一定 这个人呢 那个人呢 也不一定 这是 有点违心的 少数创造 他的意思也挺一样 所有的文明的最后的产生啊 成长啊 最后都有一小批有创造性的人 来领导和创造 和大多数人 云云众生没有关系 包括是文明的衰弱 文明说一个本质 就是少数有创造性的群体 他的创造性的群体 创造力没有了 上市了 大多数群体本来都是followers 因为你没有创造性了 这些东西就不理你了 这个时候 社会就出现分裂 因为 你厉害的人 他的那个 少数群体不一定是领导人啊 并不一定是政治上的领导人 可能是文化上的创造者 哲学家 科学家 甚至于那个剃头大 甚至于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有可能 他是一个创造性群体之一 并不一定他是 一定是那个总书记 或者怎么样 一个普通人都可以 大多数人不能进创造 和社会分店 这是衰落的征兆 就是他这个文明的 已经不能够创造 因为少数人 他已经没有创造 没有创造 就开始完蛋了 但还有一个论点 就讲这个衰落呢 并不意味着 这个文明会解体 甚至他永远衰落下去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因素 有可能他会一直下去 这个衰落跟停滞的 其实也是代表 都没有成长 还是一个是衰落 衰落是在成长以后 停滞 但那个 刚开始就没有 没有成长 都没有经过成长 都还是很原始的 很短的 绝对了什么面误 这个他也讲得很假 因为以前就是 当一个社会很混乱的时候 觉得就天下大乱 那个人命生活也是非常困格 很computed 觉得这个是与中国人 很多人当时早期的很多人 这个大概就是宇宙周期吧 到最后可能 把人类社会和整个宇宙联系去 大概宇宙已经整个我们 生活的自然世界 就走向衰落 完蛋了 我们人跟他们是同步的 一起完蛋 那这个已经好点 还有种族衰退 种族衰退他有个假话 就是说 这个他就批评很多 那个历史学家 包括陈寅科 人会有这个观点 比如说那个种族衰退 怎么讲 他一个文明 这么一个种族 就创造了这个文明 在这个文明里面 他到他的后期 很衰弱的时候 他的老年期 他已经不行了 很衰弱了 但是呢 这个文明已经快完蛋了 但是呢 另外一个 其他血液的一个 外来的一个 所谓侵略者过来以后 就是把这个 其他种族的血液融合进来 然后他这个已经快 走向衰亡的文明呢 就有 因为新的血液融入 又幻化了新的情绪 这很多历史学家 是这么讲的 比如说你的文明老是 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自己发展 他都靠自己老化 老化的时候就完蛋了 但如果有一个 外来的一个种族 突然过来 不管是和平方式 还是暴力的方式过来 和它融合在一起 他这个文明 就幻化出新的生命 就很多历史学家这么讲 包括陈寅客也这么讲 陈寅客他讲那个 讲那个 魏晋南北朝 那个是什么 五湖乱华 大家都不问 他的意思 由中国发展到 汉末进来的时候 他觉得中国文明 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虽然五湖乱华 那时候有民族过来 把他们全杀了 灭了 烧了 到最后 他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一个 新的生命 就是到最后的 隋唐 唐宋王什么 由民族过来 新的学院加入了 他幻化圣经生命 就是那个 很多人在 你这些地区的历史 很了解的话 就会有这么个结论 但他呢 从整体来看 他觉得 这是个别性下 没有普世性 他就有的文明呢 幻化青春的 重新幻化起来 并不是因为外面过来的关系 他自己产生 比如说那个 在意大利的西方文明 在某个阶段突然 迸发出来 宗教改革 和文艺复兴 他和外宿没有关系 他自己产生 有一个问题 他把蒙古化 不知道 这个也是在我的脑子里的一个问题 但我不敢再给我回答 他在里面提到过蒙古 蒙古最后也是外来的一个 对 他对其他世界上很多地方 对于非常大的兴趣 对 对 他一直处于蛮族状态 对 他们就没有党经过 他还有一个观点 可能在其他地方讲 就是说有一个外来的外来的这个 外来的这个 外来窝场 就是外部无参者 如果过于强烈和猛烈 突然把你们全部干掉 你不能很发达文明 比如说那个宋 比如说那个阿拉伯有家什么王朝 被蒙古鸡兵 全部杀光 全部灭掉 如果这个外来的 外来的攻击太猛烈的话 这些文明呢 被你灭到的文明 会潜伏下来 这个潜伏可能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 到最后 又会 又会长出来了 他有这么一个观点 也讲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中国这个 你刚才说的蒙古 把那个汉的地方全被灭了 甚至把那个西夏全被灭了 最后没几十年嘛 就回来了 我觉得是因为蒙古自己的文化 他管理文化的区域 他没有办法 他无法吸收你 对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滑下文明感觉 对 对 是不是因为蒙古 他没有自己的 那个语言和记录方式 然后他们之前的话 在蒙古王创立那个语言之间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化 然后他们的宗教也是没有 所以就是 在我们这里是那个金匠韩国 所以统治了我们的话 反而被我们的宗教所轻蚀 反轻蚀过去 他其实没有接受你 但是会退回去了 退回去了 还是很运来状态 没有长进 他没有从你这里学到什么东西 也没有从阿拉伯那边学到什么东西 他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全干掉 这也不是环境失控 他有很多反应 比如现在人家讲的玛雅文明 说因为那时候的 他们很多灌溉 那时候农易灌溉水平很高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变化 他们这个文明就是生存不下去了 就被干掉 他说可能把原因和结果倒过来 可能是文明 他本来文明就解体了 让自然这些灌溉被废弃 而不是因为自然环境 把这个地方就破坏了 你这个文明才被解体 也不是外地的破坏 文明的衰弱也不是外地的破坏 有一个自觉的失败 他们这里我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书的第276年 我把这个读一下 我都忘了 自觉的失败 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对对 为什么讲的 他有文明的衰弱 也不是外地的原因 也不是环境的原因 也不是那种种族衰退的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 他比较违心 你这个是产自你的内心 读一读遍 他里面的有几个 就讲说明他什么意思 他当时举了很多例证 但是他表达他的意思 什么叫季节的失败 他举一个例子 他举一个例子 比如有一个西方诗人 随便再给我来讲 他说上帝知道生命的悲剧 根本不需要论问 激情编制阴谋 我们被我们内心的虚伪充满 还有一段 英格兰 他是这个 沙士比亚的约翰王 有一段 叫什么 英格兰从来不会 也永远不会 他会虚伏在征服者的 骄傲的度下 除非他首先把自己伤害 永远不会让他们 懊悔悲伤 只要英格兰 对自己终成永远更确 还有一段 他讲圣经里面 这一段 就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出发的 才能够误会人 因为从心里出发的 有恶念 有凶杀 金银 拱合 偷盗 妄政 这些都是误会人的 他意思是说 所有的外部条件 都无法把你干掉 只有你自身 完蛋的时候 你才完蛋 他用一些文学的东西 来说明这个事情 你这个 所有的摔败 摔败你内心 在你文明的内心的深处 开始 历史形态 历史形态 好 这个也是很大的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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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伊朗法成本 文明解体最后阶段 过程去懂 所有的文明解体 都有完全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特征 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那当然 首先文明解体 首先有摔败 首先是少数群体 少数有创造性的 那些人 已经没有创造性 然后下面 跟着他已经 不理他了 这次摔败 开始没有创造性 跟走得差不多 这个也可能永远持续 但是呢 真正的解体的 什么知道 这个文明 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 有个特征 所有的文明解体 都有这个过程 第一个特征 就是开始有一个恒乱时期 恒乱时期 结束以后 就出现在政治上的大一统 大家记住啊 我们中国人讲的 大一统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候 但是你只要看到政治上大一统 这就是你文明解体的先兆 这个大家不知道啊 因为他成长 一个文明的成长 和他的诞生 并不在于他政治上统一 他只要他的文明的 产生的价值多少 他怎么讲呢 他说当一个少数 有本来有创造性的 这么一个群体 已经没有创造性 然后下面的人呢 其他模仿者呢 也已经不听他的时候 他就会 两个方法 我不是针对中国啊 我这边讲的话 大学 你在影射我们国家 其实他这个书写得很早 他把这个历史都讲了很多了 他主要是讲罗马 他有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呢 他用无论是真的 还是伪造的历史 来就是把自己捧得很高 觉得他自己当然的 就是说 这个统治的合法性 这么讲的 理解就把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 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历史上 人民的想法 对 还有一个 一个就是用那个 实在不行 他是用暴力 来控制 他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并不是说这个少数群体 这些群体有多么坏 他觉得这个文明呢 他衰败到一定程度呢 他这个 建立大一统 是他这个文明的一种 自我的反抗 我完蛋了 我完蛋了 怎么才能就你 这是他的最后的反抗 已经没有创造性了 但是我一定要 你们还要follow 就政治上的一个武力 或者欺骗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那个少数统治者变成了 本来少数的leader 变成了boss 就这么一句话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工作 什么是leader 什么boss 是不一样的 你原来如果有创造性的问题 你在成长的阶段 你follow你 很多人自愿在follow你 你就follow你 必须是manager 会怎么样 你一个自己 内心发出了一个魅力 很多人要follow你 你就是个leader 对不对 带领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到最后你这个 你自己已经无法做leader的时候 已经没有魅力的时候 你只能做boss 用我的title 对不对 用一种外来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侧风 或者用暴力 或者用什么其他方式 是你们必须听我的 就是leader变成boss 就变成代理统 然后他把这个少数统治者 少数当选者变成持剑的救治主 因为他们本来的文明要死了 我拿把剑 来拯救我们的文明 这个持剑救治主 用武力造成了政治上大统治 然后他里面一个人讲过来 有二四个已经帅了文明到集体的 用十五个中间 起大一统 开始到最后 就出现大一统的国家 并没有中国策划 他这个论点主要从罗马里面过来 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 这个罗马失望史 当时我们讲的 他讲讲的沙沙 讲了很厚一部书 我家里也买了这么大书 他没读完 他并不是讲这个罗马 这个罗马帝国 是为什么会衰亡 或怎么衰亡 他是在讲 这个罗马帝国 为什么这么晚才衰亡 他整个这么讲 当时我们这个觉得 是因为他这个 违反了共和体制 那个原来的罗马精神 如果看这个书的话 就很明显 就说 这个罗马帝国本身 并不是说他 为什么会衰亡 不要分析他为什么衰亡 怎么衰亡 而这个罗马帝国 成为帝国的本身 就是这个希腊文明的衰亡的开始 他这个罗马帝国 是希腊文明的后期 希腊文明的成长期 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那个 我刚才忘了讲了 就希腊文明 是最有活力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那叫什么战争啊 就是那个希罗德德 就是生活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那个希腊其实外部环境 非常困难 那个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波斯一直开始打仗 海上打仗 我们看了很多电影 就是海上和波斯打仗 这个时候呢 是希腊 按照当时的人写的一些文章 来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形 觉得那个时代 是非常困难 非常苦的时代 但是呢 他认为正是那个时代 是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 那时候所有的哲学家 所有的乱七八糟 发明所有的这个政体 那个政体 这个思想 那个思想 就是在那个时候 不能发生出那么多创造性思想 而这是希腊文明的生长期 一到了 到最后 那个马其顿 最后 建立一个初期的大义国家 那个时候叫希腊化时期 最后 那个罗马起来 把整个地中化全部统一了 这是他的希腊文明的最后结局 结局的开始 他有没有说 中国文明的 为什么是在追求时代 他也讲了 他也讲了 他讲了 他讲了是中国文明的衰弱 是从这个衰弱前起 不是那个成长 衰弱 从什么孔子的时代开始衰弱 他可能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从孔子的时候 他开始提倡要复古 要学习那个原来的那个 咒潮的怎么样 怎么样 觉得那个时候就好像觉得 嗯 还是不行 不像以前的古老古人 开拓疆土这样的 或者从思想上 或者什么怎么样 都有开创性 一到孔子 他就 他开始学习以前 学习自己的祖先 从那时候开始 然后他也讲了这个大狱虫 从秦汉开始 秦汉大狱虫 就是他的古代中国 解体的开始 最后 后面的过程 一模一样 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那个罗马这么死的 古代中国也这么死的 一模一样 这只是大家熟悉的吧 他讲了很多 他有二十个 其中十五个 一个一个讲过来 都有相同规律 这是雷大狱虫的第一步 是不是我们讲的 时间没有了 五点半 有一小时 还放个小时 没有 这是文明解体的第一步 文明解体第二步 就是内部无产者 他这么讲 这么分别 内部无产者 他以罗马为例子 我们先讲过 古罗马双二十里面 最后把古罗马干掉的 就是两个重的因素 一个就是基督教 一个就是 日文蛮蛮族 就是说 当时我讲 怎么讲的 基督教 从思想上 摧毁了罗马 然后 然后蛮族 从组织上摧毁了罗马 这才两股力量 这不是教会 这是个规律 内部无产者 就是底层那些人 到最后 接受了某一种普世的宗教 这或行程是对大一通国家的对立 就是大一通国家 总是和 整个当权者 和内部无产者 一起为一种紧绷的矛盾状态 因为它大一通呢 support了它的普世教会 因为这个大一通国家 下面人就交流比较容易 它怎么讲 它说这个大一通教会 给了普世教会 一个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但是呢 它又不能把它 这是个矛盾 它养了它 但是呢 还要镇压它 因为它的内部无产的教会 它本身是对大一通是有害的 它就是要挑战它的求义 就比如说那个基督教 基督教它认为 他们信奉的上帝是他们的主 你这个罗马皇帝 或者那个元老院 只不过世俗的那个政权 我可以不听你的 是吧 它主要内心还是服从 它心目中教会讲的那个上帝 那对一个大一通政权来讲 这是很大的威胁 它基督教的早期 那个罗马对它镇压得很厉害 抓起来烧死啊 把这老虎甚至吃掉啊 就是也是很残酷的镇压 那最后被它接受 因为它太强 被迫接受 它这个普通教教会 被这个罗马定为国教 从那个什么 这是我们不要讲太多了 那个罗马 它所想那个内部无产者 带着亡者面积的科学家 他们是对大一通的一种破坏 现在所有的国家 包括中国 他怎么讲的 刚才讲中国 中国的佛教会 他讲大一通 是从秦朝 秦汉那时候开始大一通 对不对 到秦汉末期三国 到时候养晋 那时候开始 那个佛教什么传出来的 南北朝 对 对差不多 汉朝就开始传出来 南北朝那时候 开始兴旺出来 和这个古罗马这东西 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 然后大一通的王朝 对佛教 也是我们看以前的文章 包括以后的文章 都是对佛教有所镇压 经常镇压 有时候到某个时候 可能这个皇帝 包括南梁的皇帝 削什么东西 他自己把那个佛教 变成佛教 偶尔中间某个时段 每个某皇帝 也可能把它捧起来 但多数时候 经常会把佛教镇压 因为这个佛教 可能对他 我们说佛教很soft 对 佛教因为前人才多 对对对 他也是对 这个统一帝国的一个腐蚀 你这个帝国需要 要裁员 其实他的精神上 对大一通的 对对 对对对 不像一个世俗教的这个问题 对 这个我同意 那他这个本来讲 就是好像很像 很对应 因为这个中国人 我们还比较熟悉 但是过程呢 太像了 而且第三阶段 英雄时代 就是外部无产者 外部无产者 在罗马讲的就是那个 热马人打过来 什么哥特人 什么法兰克人 乱传的民族打过来 中国也是五湖的方法 最后是五湖 把中华帝国给摧毁了 这个过程呢 并不一定 有可能会很长 他讲这个埃及 埃及的解体的过程 两千年 埃及的诞生成长和衰弱 然后加起来 这个三阶段 加起来 也是两千年 因为他的解体过程 就两千年 埃及 直到最后 罗马那边过来 把他彻底消亡 解体 但是呢 他的埃及 就是说 他这个解体的过程呢 并不一定是很短 有可能很短 马上就被干掉了 结束了 有可能持续几千年 我很好奇 那个就是 那个五个 不是大一统文明 是没有五个 以后他要讲的 没有五个 就是他要剩下五个 就是他把这大一统 过来 就是人家死了 那个可能五个 现在还在吧 还在 就是在韩国 你这样 他已经讲大一 西方 就是希腊 叙利亚 西方文明 还没有大一统过 西方文明曾经试图大一统 拿破仑和希特勒 两次 不知道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有两次试图 最后被西方世界自己给否定了 这大一统没有形成 我们这么想 他可能 这个少数 少数 那个 叫什么 少数群体 还有 还有 还有自信 不需要一个大一统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政治体系 就是来 来 maintain 我这个文明 不需要 大家是各顾各的 自己发展自己 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这么一个政治体 就是说 集中力量办大事 来保 来保卫我们的文明 所以他的观点是说 这个政治大一统 只是一种表征 只是那个文明自己本身要解体了 它是智慧的 智慧的本能反应 我为了保护文明不要被干掉 我就自发的搞出这么一个东西 能够自我防卫 这种看起来好像是被外部无成者被干掉 或者什么原因干掉 但本质上 这文明的解体 是他 这边讲的 他的少数 叫什么 少数群体 他失去了创造力 少数群体 不是领导人 不是政治领导人 而是整个社会中的 一些精英分子 甚至于他可能是邪将都有可能 另外他就不是教会里面讲 他讲那个教会是独流 因为这个教会 教会跟我讲的古希腊 这个古罗马 他本来是对戴义童的一个破坏 从思想上的破坏 组织上的破坏 都最近破坏什么 然后教会呢 是个蝶勇 因为很多文明 是从这个教会里面 呼吁出来 这个普世教会 从这里面呼吁出来 因为他隐藏了新的文明 包括现在的那个 当时那个 希腊文明被解体了 已经在西方已经不承担 当时留下来 还是留下来 包括这个 所有的市值政权都没有了 人也都分散了 最后留下来只是一个 基督教 但是基督教里面 他保存了一些 过去的一些东西 孕育的新的文明产生 他这个也有五规律 教会到最后 整个文明解体了 然后这个教会存下来 孕育的下面一个新的文明 他主要讲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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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欧洲的信念 包括现在就是 现在日耳曼人在地区 白人在地区 比如说那个 德国啊 法国啊 英国啊 西欧 西欧 西欧是西方文明 他讲的东方 是那个拜占庭啊 什么东正教 就是不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文明 就是东正教文明 虽然和这个 现代西方文明 有某种血缘关系 因为他们都是从基督教出来 基督教出来以后 在罗马的时候分裂 一个分裂成那个 一个分裂成那个 罗马的一个就是天主教 一个在那个 在那个 在拜占庭 在那个 在那个 伊斯坦布 现在叫伊斯坦布 就在那个地方 分裂成这个东正教 东正教 它自己产生自己 一个新的文明 然后俄罗斯呢 就是从东正教里面分支出来 就我每天讲过 那个俄罗斯怎么出来 包括俄罗斯的文字啊 斯拉夫的文字啊 都是希腊文的遍体 他们的文字产生了 是由东正教的教室 跑到斯拉夫地区 东欧地区 来传教 然后呢 把他们的语言 把它这个 translate 形成某种文字 就是来传播他的教义 就是东正教 到最后传向斯拉夫 到最后俄国 他的东正教 在整个 原来的文明基地 被毁掉解体以后 然后这东正教的文明残余 还留在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矛盾呢 很深刻的矛盾 不光是政治上的打或者怎么样 它还有这个文化上的对比 因为他觉得 俄罗斯觉得那个地方是 像我们讲的 叫中约政策 这原来他们的东正教的老北民 总是要把他们打回来 是吧 然后那地方被那个穆斯林占领 他讲那个包括印度文明 也是新的印度文明的孕语 也是从那个大宗国家 包括那个东亚的很多 整个小圣佛教在监埔寨呀 什么东南亚地区 那个都是那个佛教 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个西藏 所以印度文明更多 有佛教 我给你讲 在他们那边 对 对 他后来就跑到那个北面去 对对 他自己印度教佛教 都是那个按他讲嘛 他有个图表 印度文明他源头还是在亚利亚 还在那个叙利亚那里 在叙利亚那里 在叙利亚那里 当时印度也有同样的问题 印度他的孔雀王朝的时候 也是大一统国家 我们的孔 印度文明很厉害 也能孔雀王国这么强大 Snow 我们知道孔雀王国的时候 正是孔雀王国解体的开始 他最后内部产生了 后期产生了佛教啊 印度教啊 最后被亚利亚人从北面打过来 给灭掉了 现在就皮肤比较白的这些人 成为印度的统治者 其实呢 这些白人那边 亚利亚呢 其实从文明上来讲 他们是很落后的 文明实际上比不上印度文明的 但是野蛮人就对外部 无产者 相对关系 就相当于热蛮人和罗马关系一样 亚利亚人把印度更优秀的文明 给灭掉了 其实这个优秀文明已经在解体的开始 这么个解释 这最后 把灭掉以后 化了成新的 现代的意义 这个他这么一讲呢 好像 好像是有点年少 好像这么回事 这个英雄时代 现在就是外部盟主 外部的那个蛮族 这里面他还讲很多西方世界 现在的内部无产者是谁 不是无产阶级啊 不是无产阶级那些劳动人民 西方无产 内部无产者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西方化的这些 其他国家的 或者其他民族的西方化的 他们融入了西方世界 但是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 他们又是一个外部的 这是一个内部的无产者 属于弱势的群生 就是一个西方大家庭 这个文明的大家庭里面有 有比较富的亲戚 也有穷的亲戚 穷的亲戚就是一些 很多黑洲国家或者什么国家 现在整个世界好像基本上西方化 基本上差不多西方化 但是很多 这些国家已经西方化了 已经搞民主了 为什么这么穷 他这么那么厚 他们就是西方世界内部的无产者 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他们已经西化了 好像也民主了 也自由了 也人权了 但是还很穷 还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今天是讲完了 差不多 可以很快的结束 是不是很震惊 或者觉得很诧异 您今天的主题就是 把他的一些主要的观念 给我们陈述和解释一下 是吗 对 因为里面主要内容太多了 要12册打数了 那您在结束之前 能不能讨论您下您的观点呢 等会 再讲一下您的观点 下面可能还会有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个主要是讲 这本书的下版册 薄一点 是谁翻译的 它有好几个版本 它有好几个版本 这个是盗版的 你不是盗版谁翻译的 我没看 我没注意 我主要是看里面的思想内容 因为你没有选择 因为这个翻译它会在这么12部书 它浓缩成这么两本比较浅的 读的书 它的思想 它的这个 你不知道它 你不知道它 酸结的哪 它不知道如实表达了没有 但是我只能抓到它的主要的脉络 这个它已经是英国人 它用英语写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读 读它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本书更差一点 因为这本书 是在这个两本书基础上 再浓缩的 它里面有的东西 我就不能相信 因为可能它是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 为了学的 就引进了这本书 然后里面有侧重点 那我就不知道它可信不可信 相对于这个和这个 那我更相信这个 但这个和那个十二本书比起来 那当然十二本书更好一点 但我觉得我Google了以后 我没找到这个中文译本 全书的译本 可能这个太多了 而且你这个要有资金的资助 如果没有一个团体 或一个资金的资助 你随去花很多 一个人干不完 很多人干了 然后你要拓产去干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政府不会资助去翻译这个东西 只能当初能够开一个口翻译了 它是为了支持改革开放 但是呢 你只能在上方片 还有这个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个我们现在有了认识 为什么俄罗斯他们现在已经共产主义解体了 已经西方化了选举了 为什么这么多西方西方大家庭还不能够接受它 觉得西方人很虚伪 对不对 原来并不是说要民主吗 原来只不过是要争权夺利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这个西方文明是那个希腊 加上那个徐利亚 然后俄罗斯文明呢 它是东中教那边画的 这个两个文明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一直有冲突的 在这个文明完全消解之前 它两种是第一的 就跟以前是 就跟世界和世界各地西方化 不同的过程之一样 对俄罗斯这个意思比较典型 他讲一个东西呢 那个俄罗斯的西方化 我们都知道从彼得那里开始 因为当时他那个被那个 被那个瑞典和那个波兰 那个比较接近西方的这些国家给灭掉过 他觉得自己很弱 然后他就发奋图强要搞到西方化 学习西方的东西 然后这个彼得大帝这个西方化干了几百年 到了十月革命的时候 又被俄罗斯给放弃了 按照他的这个理解呢 主要是这个文明呢 完全还不能够接受西方化 还在抵抗西方化 最后他到了十月革命的时候又放弃了 他用什么来抵抗西方化呢 他是用一个西方世界西方文明里面 产生出来一个怪胎 就是把列宁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完全西方文明的东西 是西方文明产生 跟西方文明 几乎是他的 没有什么跟其他文明有关系 他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怪胎 产生的东西 他用西方文明产生的一个怪胎 引进来抵抗西方化 然后把这个东西的共产主义 根植在这个 他的东宗教文明的根植图上 这是俄罗斯的特点 反过来讲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 中国虽然从俄罗斯里面拿来了共产主义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抵抗西方化 但是呢 他根植在中国文明的土壤之上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可能会讲到下面的问题 对现在这个理解 包括中美的贸易冲击 包括中美的贸易冲击 和中国的贸易冲击 但是他根植在中国文明的土壤之上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可能会讲到下面的问题 包括中美的贸易冲击 包括中美的贸易冲击 所以这个中国的情况和俄罗斯的情况 还完全不一样 俄罗斯那边70年共产主义倒台了 中国还不一定 即使倒台了 即使共产党倒台了 并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就和平相处 这个远远没有结束 就上次我们讲这个 讲这个秦汉 建桥秦汉是不是有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 他只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工具 用来抵御西方化的 但这个工具不适用的时候 他最后还要抵御 想其他方法抵御 这个文明要抵抗 因为文明要被别人干掉 被人通话嘛 被人攻击嘛 他保护自己 还讲了很多这个人 所以这个时间不够了 稍微大致再可以是这么意思 这个西方和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世界各国的 这个里面讲很多 和各国的西方话的困难 上次我看到那个 那个微信群里面有人讲 就讲这个 就唐一碧讲 凡是一个文明中的比较坏的东西 是很容易接受 这是很容易接受 而好的东西很难接受 它是一个创代 它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唐一碧是讲到这个事情 就讲到这个各国西方文明 和这个各国文明和西方化 共产的困境 他讲什么意思呢 一个文明如果接受另外一个文明 它一个表面的 比较没有价值的部分 是很容易吸收的 而更深层的 深层的 比较有价值的部分 是很难接受的 但你一旦接受 当然你就西方化了 就被另外一个文明给同化了 但是你会跟打的时候 很容易把对方的表面的东西 没有价值的东西吸收过来 他就讲了武器 和科学技术 人人以为 很容易学会 造航空武器 造原子弹 马上把武器 和西方解析是一样的 就很快学会 但是更深层的东西就很难 他这个有这么解释 他不光讲中国 他主要是讲其他地方 包括土耳其 包括伊斯兰 包括其他地方 都有相同的 这个 pattern 中国讲的比较少一点 他这个pattern讲出来 是不是我们思考一下 和中国的关系 还讲了一些民主 民主主义的一些破坏性 比如说这个民主 和工业 工业主义 结合起来的话 带来的危害很大 什么危害呢 过去的战争 包括 包括他引用了一篇诗 就讲 就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各个国家一直在打仗 就是贵族和贵族 就是国王不光打仗 然后他讲的 有个诗人的讲的 让他们去打仗吧 我们奥地利人回家结婚 这是在民主主义产生之前 在民主产生在欧洲 产生之前 他说什么意思 包括中国也是 中国最早我们讲宋相公 他是讲 不管打仗 还有什么 要讲理 对不对 要正宜官 人家敌人渡河的时候 不能打 对不对 不fair 然后渡完河以后 他的整数排阵的时候 也不能打 我们要讲理 就为什么那时候战争 就是两贵族和贵族之间的打 就是几十个秤 他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他们就是包括 中世纪他打仗 完全是那个 中世纪打仗 他这个目的主要是财产的转移 中世纪往往就是我们讲的公主 王子故事 公主往往是嫁给王子的 他这个婚姻的关系 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财产转移的一种主要方式 但是呢 如果婚姻的形式 不能够 不能够形成财产的转移的话 就有战争 这个战争也只是国王和国王 带着他手下十几个歧视 或几十个歧视的战争 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 但一旦民主和工业主义加入了以后 包括西方形成的民主主义 例如说形成以后 这个战争的性质就不一样 更惨烈 为什么 全民皆兵 而且 而且那时候 骨子之后打仗 打赢了 最后把你对方的国王抓住了 最后 抓住以后 谈完事情把你放回去 但民主产生以后 民主国家产生以后 打起来就是你死我活了 完全是不留情面的 包括他讲美国的事情 叫美国 独立战争 是全民运动 不是像在加拿大 加拿大 因我把早期的法国的殖民者 打败 赶出去的时候 他保持原样 该怎么样 只不过现在我把你原来的殖民者 打败 我现在变成我的殖民者 但美国情况不一样 美国它是全民皆兵 加入民主 民主是一样 老百姓都加入这场战争 战争结束以后 英国的贵族全部混乱 就是 就是有这个工业文明和民主以后 这个打仗啊 更personal 不是说打仗 打到美底 然后就放了 没事 你还是你当你的国王 我当了个国王 那个民族制度加入了以后 他们打几仗来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民族主义 到这很强的时候发生的 打得很惨点 跟古代战争不一样 还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完全西方化的 民族主义是怎么产生的 原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 是在西方文化中的民族主义 这个value 是在斯坎迪亚维亚 那个Viking 我们看电视剧有看过Viking 就是北欧的这些野蛮人 所以最有挑战的 一个是Viking 一个是穆斯林 是对西方的刺激 刺激产生西方文明的 两大外部刺激一种 他那边讲斯坎迪亚维亚 说到哪去了 就是说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在这个刺激上 形成了法兰西 和英格兰 这些情况不一样 发生了很多困难 比如说 在那个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被西方打完了以后 他在奥斯曼 他要 要植入民族主义 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在西方的民族主义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他很 对西方来说很自然的 我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这些民族 语言也不一样 文字也不一样 对不对 很自然的 而且把这个民族主义 放到全世界的时候 就很大的困难 而且很多新的民族国家 起来以后 历史上的关系很复杂 比如说 举个例子奥斯曼 他有 里面有希腊人 斯拉夫人 拉丁人 阿拉伯人 波士人 什么人都有 但奥斯曼帝国分解以后 他西方的民族 民族进来以后 他说怎么搞啊 这些人 原来住在一起啊 希腊人和那个 斯拉夫人 住这个例子 怎么形成 怎么形成 各自的独立民族的国家 最后的国家很乱 这个问题 在世界各地都有 包括 印度 各国家 包括南亚 各国家独立以后 二次大战以后 不是很多 英国殖民地 退出来 美国 支持 你们都独立吧 民族国家也有独立 但独立以后 很困难 为什么 有的 我独立了 但我这境内有很多其他组的人 他们什么 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独立国家 打个不停 闹个不停 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带这个世界各地带来的问题 包括中国也有的问题 原来 原来就是 孙文就是那个 这个孙文 孙文 孙中山 原来他搞革命的时候 叫 去入大陆 恢复中华 他去入大陆 他去入大陆 口号是民族主义的 他只要我们中华民族 汉人 独立出来 把那个侵略者 满人 赶走 他把东北是不要的 西藏是不要的 新疆是不要的 我把这个汉人 要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出来 这原来革命的说话 但革命一成功 袁世凯上来 袁世凯是老派的人 原来社会国来的人 他就会讲五族共和 我们虽然已经西方化了 搞共和国了 但我们不是汉族自己一直共和 五个民族一起 五族共和 就是 这点有矛盾 然后 这一个梗 还有一个梗 就是 他中国接受了共产主义 有一个各地 接受共产有的问题 把这个民族问题 全部给压下去 因为有的共产主义 包括东欧数年中国 在共产党厉害的时候 好像民族矛盾没有怎么生 为什么 那时候主要矛盾 在共产主义的那个旗帜下 主要矛盾是积极矛盾 把你们这个村里面的精英分子 地主 原来的现场 把他们 这里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而你这个维吾尔族和汉塑矛盾 这是次要的 我们来解放你的 帮你来把你的地主给打倒的 就是 它的积极矛盾 也高于民族矛盾 这好像 在共产党地盘里面 好像民族矛盾 好像没有什么厉害 为什么 一颜色革命 东欧解体 这个民族 尤其塞尔维亚 本来在南斯拉夫 铁锁的领导下 哪有什么问题 现在打起来 民族矛盾全部出来 这是民族主义 在对世界各地其他文化 输入的时候 带来的问题 这个各种文明 怎么认定 刚才讲 他就 就在第一个文明诞生的时候 我大概讲过 跟制度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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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几个特征 他和原始社会 原始的一个文化 和比较高级的文化 产生文明了 区别好像他意思就是 诗歌文字 好像也不是 但是表面 他主要的核心问题 就是 刚才在第一页好像有的 是模仿的方向 是模仿的方向 哦 对对对 模仿方向 模仿方向 对对对对 模仿方向 这很奇怪 模仿方向 他不是模仿我的古人 也不是 他是模仿 他是模仿 少数群体的创造 有这么一个特征 那就是他自己是一个文明 文化 比如说 反一方向文明 他就走向衰弱 到他讲 把孔子 孔子 开始 走向衰弱 你说 跟制度 没关系 政府 比如说 有一批人 从整个一个人群里面分化出来 他不从事成生产 成事管理 关键的 对不对 你们生产出来 给我招起来养我 我来代理 这可能是某种制度 整个一个社区 是怎么经营的 就是一个制度 这个很原始的社会 对我 但并不是说文明就是怎么样 他这么讲 我觉得赶快结束 他就会有一个制裁 哦 这好像六年 对六年 然后下面就讨论了 对中国实力应用 大概刚才里面的 已经讲了 西方挑战 就通话中国文明 这个 对大家记忆 就记忆 记忆 刚才也讲过 所以说 这个中国现在和美国的矛盾 也不是说 这个 也不是说那个和西方的矛盾 并不是说 这个买东西少 好 所以买东西多的问题 其实他的问题更深刻一点 而且这个问题已经 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 而且我们现在讲 形成一个大一统国家 也并不觉得 战战至极 好像我们是大一统的 你们都乱七八糟的 按他的讲法 中国人很自豪 我们大一统的强国 其实如果西方人 如果读过这本书的人 我听到这个话的话 他也就 嗯好 你们好 可能 你们高兴就好 按你们力好 他不会羡慕你的 他不觉得 你们还这个厉害 他没有羡慕你 这好按 我们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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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鑽研下去以后就是可以还可以继续考虑 对 这是读书会的目的 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感兴趣的话就继续 我觉得这首读的挺好 觉得挺有收获的 其实有关系 大一种对大很多人是挺有号召力的 挺有号召力的 对 我觉得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因为它是国心不一样 那西方人可能是一样 我会更多的个人的角度 中国人 有个梦想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我们一下西方海域呢 俄罗斯海域呢 会怀念 这个大力 或者说 这个大力 或者说 这个大力 或者说 人的本性 对 互相追求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大大一种的话 也确实是这样的状态 也可能一大一种 抗肌肉的慢慢就开始帅满 对 他是没有 真的本性 从我想追求这种 不 不要